廟和靖游行委福德妍廟 创建于明永历20年 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供奉主神福德正神之外 这里还配置了全台唯一的 靖海侯斯朗大将军 这是他们33年后再次重建落成 让我们一起来参与这场三朝建教活动 主委我刚才看到外面周遭好热闹 今天有什么样一连串的 这个奇安大典活动 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些庙 已经33年前重修 然后经过33年的风吹雨打地震 一间庙已经又开始漏水了 所以我们拜托我们十方的信徒 一起来帮土地公帮他重建庙 重建庙以后就是 动作我们的新厨要立厨 就是要做这些三朝建教台带 三朝建教台带后 我们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普渡之府 我们身份是主币的 来访车我们这里的众位 好人在这里吃好料的 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有八间庙在这里做我们连铺 两间庙在外围 今天最近有十间庙的葡萄 所以我们的葡萄中应该是破了我们市区的家庙 我们今天葡萄的主币就是福尊一港 这家福尊就是近海河号 因为我们本来有西洋中军进海河 它近的意思就是安定平安 然后又代表着有八公爱的福气 福尊一港 阿保兵的信仲 大家都让我们平安大胆城 我们的老厚厅才有六厅厅 就是共同守护这个小南门 因为在清朝末延的时候 我们府城已经陷入都没有冰了 由我们各间庙来组织民房 来守护我们的小南门 所以我们台南是有一个很特殊的 是连银 连银的由来就是都这样 有几间庙、几间庙 顾什么梦 阿我们留下庙就是 顾小南梦 这是由我们刷子比雷者的大象 很特殊 主委 那只凤凰 翅膀怎么那么特别 这只凤凰是我看应该是破纪录的 用那个鱼翅来做的 这只麒麟是用鱿鱼做的 这只我们这两天就是用水鱼 我们台南最好的农产品 和我们台南最好的药膏 来提供我们台湾的农产品 提供我们台湾的农产品 提供如果轻易感更轻 自己去找人来这里 然后可以帮忙这些 我需要说得很照顾 我们也是很平安、很純粹 因为我们以前十几个月 按我们福建的档花 过来我们台湾后 走路慢慢过来我们油航月落石 所以到我现在我是第四代 我儿子是第五代 五代人都受到我们好的家庭 好的证实的教育和比如 哇 今天呢还特别交情到了 高宫道长 吴正仙 吴道长 今天的科宜有哪些的仪式跟流程呢 今天我们的科宜就是普渡了 因为建教的科宜在前三天就已经完成 那我们大概就是五点开箱 那开箱之后我们会去我们的交易镜 我们的交易镜今天都会给我们斩破 所以我们五点开箱之后 我们就会去交易镜开始开箱 跟它顺破 其实台南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都有交易镜 交易镜来给我们斩破 这是比较台南比较特别的仪式 其实建教的仪式 其实是祈福以外就是阴阳两立 我们人求祈福 就是我们也要剖析 像我们长到去放水上山上 去邀请水分跟鼓分 然后来普私他们 让他们离火得救 哇 这里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贡品 以及白米 在仪式结束后 庙方通通都会捐献给弱氏团体喔 有行为好地牙廟 那很短的时间 其实就完成这个廟的重秀 然后现在有这个作截 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八公啊 真的是行为行为行为 那也很感谢所有信众 大家一起众志诚诚来完成这个盛事 主委在这边呢 我知道这个建庙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对 我们是明永历二十年 这间庙其实就是当初 施朗将军他从大陆南安奉请我们土地公 过来这边 当初他康熙皇帝派他平台的时候 他奉请了这尊土地公来游环卫 这条街明末清除的时候 街游环卫就是因为在买油 听说有一个地方也特别不一样 最主要我们有一个新的环保炉 他最主要是他人完全燃烧 他是不用水不用电 完全都是用物理现象来采取 他达到环保的作用 这边主要祭祀的是福德野之外 还配色全台唯一的 近海红四郎大将军 听说呢这位四郎大将军 有很多的神迹很灵验哦 三年前特别托人家告诉我 说他要祭祀帮人 这样子我本来也不相信 然后用服软的方式请示他 他说他确实托人告诉我说 他真的要祭祀祖人 如果再不让他办的话 他可能就要离开这间庙 因为他觉得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六合径由行委福德野庙 起见金鹿三朝建造大典 这次可是破了台南市区的记录哦 可见我们的福德野神威显克 信徒满天下 才能到活动这么盛大且圆满 我们下来看 ',½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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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ches½½½》 A½½½½½ ½½½½½½½ ı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